-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一位主持人的!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一位主持人的! 先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 这个礼拜因为我的皮肤用到新的保养品过敏的关系, 没有办法上中拍片, 所以呢,就用声音来出演这支影片。 先跟大家说, 主持人的! 今天的单元是非常非常久不见的食用短句, 今天我们要学的句子是 或者你也可以说 anir呢其实就是anir的缩写 那这两句话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疯了吗?是不是疯了?有事吗? 这句话可以用在你对自己或是别人的行为啊 或是言语感到非常的荒唐不解 或是荒谬的时候就可以用这句话 在韩文当中呢有时候会用anida来强调状况 这句话其实不是我真的不知道才问 而是有一种要强调语气的感觉 这边要注意一下 或是是属于伴语 依照韩文的鉴语规则呢 比较尊敬的说法就是 这句话呢除了是问句之外 你也可以把它变成肯定句 我没有疯 那这句话呢除了刚刚前面讲的情况 他有时候也可以拿来用在开玩笑的时候 开玩笑讲说 诶你是不是疯了你就可以说 美青蛤啊娘 这边呢我要讲一个非常非常适用 美青蛤啊娘这句话的情境 对于我们迷妹或是迷弟来说呢 每一年我们都在期待演唱会对不对 讲到演唱会 大家真的最最最最最最痛恨的是什么 就是黄牛跟黄牛票 我曾经看过那种1800的票啊 直接喊价到1800 这已经是10倍的价钱 甚至于那种摇滚区序号比较前面的 他可能可以喊价到3万5万 甚至十几万的都有 真的要奉劝大家 我们大家上班赚的都是辛苦钱 没有人的钱是什么事都不用做 就会进口袋的吧 既然我们赚的都是辛苦钱的话 为什么要把辛苦钱丢进黄牛的口袋里面呢 当然有一些人他还是会去买黄牛票啦 可能他真的很想要那个需要很前面的位置 然后他有钱可以去支出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个人意志的选择 我们不能去阻挡别人做这件事情 可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黄牛票本身就是违法的 既然它是违法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要助长这个违法的事情发生 然后这个犯法的人还可以逍遥法外 甚至拿到一笔钱呢 要抵制黄牛呢 黄牛才会消失 虽然要完全杜举很难 可是如果我们大家都愿意一起努力的话呢 的话,我们就可以减少青牛的存在 Where痛吗? 你的眼睛为什么这样 昨天,我们吃很多颗柠威 我去宾室吧 柠檬吗? 多少吃了吗? 十块 prm,你怎么吃的? 为什么那么多吃了? 我们会瘥了? 哎呀,真的 不说话话 那,你为什么超火锅? 就好 好 就不这么乱 不 不 下次再 Geeks 你会像我这样子 不 不 或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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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那么 如果ompon you 喜欢 点赞 你 可以 我 放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